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 今天还在我这个朋友这里 之前不是买了一块弗洛克的万用表吗 很多朋友建议我买这个优利德UT611吗 今天刚好在这里 它也是这块表 所以说我就拿来用了一下 给大家说说这个和这个优利德 和这个弗洛克比的话有什么区别 首先它这个是一个四位半的万用表 然后测起来的话 显示的话要多一位 所以说感觉起来更精准一些 当然我们在一般的维修中的话 其实精准度的话要求没这么高 然后输的话感觉是快那么一点 但它这个万用表的就是没有这个背光功能 更主要的是没有这个自动关机功能 所以说这个电池的话不耐用 特别是那种喜欢望景关机的人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吧 我们来一个档位一个档位的测试 我们首先用它的这个直流档测 这个同样是用这个可调列源 调了一个5伏的电压 我们来看一下看 看到这个反应速快多少 我们来试一下 确实很快也很精准 很多可调列源上都是5伏 5.000伏 它这个多一位 我那个弗洛克的话就是选择5.000伏 其实这个电压测的也就是这个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载路 在这个板上测一些2G管 或者是这个电阻看怎么样 我们打到2G管到测 我们测这几个整流桥 我们看一下 这0.35 0.36 这个速度确实感觉比我来个快了一点 然后反过来的话 它这个是截止的 然后我们测一下这个电阻 我们用这个电阻挡 那是电阻挡 我们找几个电阻测一下 这里有一个1K的贴片电阻 我们直接测一下 测出来是0.9945千欧 那么一点点误差 很正常 然后再测一个 测一个560K 它这个有两个电阻并联 应该只有200多K 270K 0.27兆欧 270K 反映速度是比我来个快多了 我们再测一个47K的 46.79K 然后它这个万页表 还有一个最好的功能 就是可以测这个频率 而且这个频率测出来的非常准 还可以测占空比 我们这个试波器 有一个效准频率 就是1000赫兹的 我们可以来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1000赫兹 这个频率非常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占空比 应该是50% 我们这测出来也是50%的一个 占空比 当然这个表是我那个弗洛克的表 不具备的功能 但是这个电容档呢 其实和我那个表一样 也是一个比较肌肋的档位 感觉没啥实质的用处 你像这是一个1000微发的电容 我们来测的话 误差也很大 只有800微发的样子 误差了200微发 当然我们这个电容取得小一点的话 误差就小一点 我们看这个是一个648微发的 我们来测的话是642微发 误差有个6微发左右 所以说这个望远表测电容啊 都是比较肌肋 如果要用一些仪器来测量电容的话呢 最好还是花点钱买一个电桥 那个是非常准确的啊 因为这个电容表测量电容的话 即使这个容量准确的话 也不能100%说明这个电容是好的 在最后呢 就是用了一下它这个拨盘啊 用起来的话 还是比弗洛克的手感差一些 我那个拨起来的话非常轻松 之前有这种质感 它这个就相对有一点色 而且大家听到这个声音 也比较大 这个表呢 买到手的话 好像是200多块钱吧 他说 所以说大家 想买这个自动型望远表的话啊 只要是能接受这个 没有这个自动关机这个功能的话 买这个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你如果不能忍受的话 就可以买我那一款 弗洛克15B加也还可以 好 那么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朋友 点赞关注和转发 我是小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